嗨 大家好 我是 Angelina 今天呢 我要來進行的是 我的包包的開箱 身為資深KOL呢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我的包包裡面有什麼 我個人是一個 走一個很極簡極簡的風格 所以在我的包包裡面 基本上就只有我的手機 護唇膏是一定要帶 因為我是比較乾的體質 而且我很喜歡喝水 所以我隨時隨地就一直在排水 口紅的話我通常會大概帶個兩支 因為有時候我趕著出門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去思考 我的比如說嘴唇上 要用什麼顏色的時候 我會保險起見 我會帶兩種 比較不同色調的 跟質地的口紅 然後再來呢 我個人非常注重的是 打亮 你有沒有發現我皮膚非常好 其實皮膚很好 光澤也很好 我滿建議大家出國的時候 可以去Sephora 就是稍微去買一些 像這樣在結帳前 它都有像這樣子的小包裝 然後像我非常愛帶小包 那這樣子的打亮呢 就非常方便 個人呢 非常大推Dior的氣墊粉餅 像它最近有出老花系列 我個人非常愛 但我今天帶錯客 哈哈哈哈 我今天帶的是它舊版 像Dior啊 Mac啊 各種比較歐美品牌的色調 都非常適合像我這樣子 帶點咖紅色的小賣機 所以我非常推薦 然後呢 再來就是香水 因為大家知道我非常不愛洗頭 然後我有時候怕就是大家會聞到我很多天沒有洗頭的味道 所以我會稍微的就是 在我的包包裡面都會帶一罐像這樣子的 很方便的小香水 然後再來呢就是我的鑰匙 然後跟耳機 我是非常需要就是專心跟專注的一個人 因為我很容易會被外在的一些因素啊去影響 然後我會很容易緊張 所以其實像比如說有的時候我做那個捷運啊 或者是在公眾場合的時候我耳機就會隨時帶上 然後去讓自己的心情保持平靜 所以耳機跟我家鑰匙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我對於護唇非常注重這件事情 大概是這兩年的事情 像這樣子比較偏水潤感的 它是也沒有到很水潤感 它是有點偏有點微微精油的感覺 但是又很水潤 那你在冬天的時候比如說在比較冷的時候啊 它還是會維持就是有點油油的感覺 可是它不是黏膩感 所以這一款就是LAMARE的這一款 我其實非常的推薦 我還蠻建議女生可以在比如說上妝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一些黏著性比較高的護唇產品 然後呢你可以稍微的讓它停留一下 然後直到你要上口紅之前 你用衛生紙把它擦掉之後 其實你輕輕的這樣稍微的搓啊 你的嘴巴的死皮就會掉 然後那個時候呢你的嘴巴就會非常非常的粉嫩 所以其實護唇的重要性就是在於 一不是黑色素沉澱 跟二你在上口紅的時候 你比較不容易讓對方看到你嘴巴上的死皮 家裡鑰匙 因為你如果什麼東西都沒帶 你至少還有還可以開你家大門去拿其他東西啊 對吧我這樣講是很符合邏輯了吧 嗯 你